正經關不了,關不了正經。各位同學,大家好,又到了週末。先祝大家週末愉快。 我不知道今天晚上大家去凱達格蘭大道和曾淼洪博士一起去散步了嗎? 不過我在這邊非常的鼓勵大家,如果我們對現狀不滿,作為一個小市民,又沒有辦法有任何的改變。 唯一的辦法呢,就是把我們的聲音表達出來。聲音表達出來除了在正經關不了,如果你是正經關不了的同學、教授們,你們就按讚分享小鈴鐺,也給我們一些資助。 如果你不是我們的會員,但是你認為蔡同學確實應該要把她的整個36年來的這些歷史呢,清楚攤在陽光下。 那你就可以拿出行動來,請你們的朋友呢,一起到凱達格蘭大道禮拜五的晚上。 在辛苦忙碌了一個星期之後呢,可以到那邊去表達聲音。 我覺得這都是民主政治很健康的一種反應,因為不然的話我們對這個政客的監督只能夠四年一次。 二十四年投下去票,你還不知道這個票到底真的還假的。 這就是今天民主政治在台灣,大概有二十年三十年的一個悲哀。 好,我們接下來呢,我們來看看今天全球的疫情。 我想政治或者政客們,他們的魔術秀總有一時。 但是,人類還是要去面對,作為台灣的兩千三百萬的老百姓, 你還是要去面對真實自然,到底教了我們一堂什麼樣的功課。 昨天的彰化萬人檢測的報告,其實不是萬人啦,大概只拿出了一半的檢測報告。 公布之後,還是一樣跟台灣很多的羅生們一樣,信者信不信者不信。 相信呢就說,你看吧,坦坦蕩蕩,結果公布啦,台灣就是很棒棒啊。 不信的人就覺得政府又在選擇性的揭露。 而我們這個政府呢,其實不是藍綠的問題,就是人性的問題。 當了官以後呢,就特別怕烏紗帽掉了。 所以為了保有他的烏紗帽,就會用各種方法。 而這個方法當中就有很多呢,就是最常見的就是選擇性的揭露。 像蔡同學這樣子光天化日下說謊的,偽造文書的, 乾冒將來做偽證的這一些,圍繞他周邊的這些喉啊這些官員們,其實並不多。 大部分人呢,都選擇趨吉避凶,就是這事只要不要領導我就好。 所以大家就選擇比較取巧的方式,就是選擇性的揭露。 好,但是這個政客,撒謊有實境,人類要面對大自然的這一刻,是沒有辦法取代的。 還是要我們自己去面對。 所以今天我們先來看看,Coronavirus在全世界最新的一些數字。 這些數字其實值得讓我們好好的深思。 在台灣似乎是歌舞生平。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遊唱厚庭花。 台南不知病毒恨,隔江悠然趴趴躁。 好,所以我擔心是這個,病毒並不會分顏色,也不會這麼好被欺騙。 來,我們來看這則報導是怎麼說的呢? 他說,Coronavirus根據美國的John Hopkins大學, 約翰霍普金斯,是美國在公共衛生,在醫學上面前五名的學校吧,首屈一指。 在台灣時間昨天呢,28號,28號的早上9點中發布的最新數據是, 全球確診人數超過2400萬人。 而這個確診數據呢,在短短的兩天之內,就從2300萬,暴增到2400萬。 也就是說,在8月26、27,過去的48小時之內,暴增了200萬。 而這個肺炎死亡的病例高達82萬人。康復的比例呢,有1563萬人。 外電報導說,印度已經連續呢,第19天承報了單日最多的確診病例。 僅止次於美國。 全世界最多的,現在是第一名單日確診的第一名是印度,第二名是美國。 巴西是第三的重災區。 那麼印度昨天承報了57224例,就是26號當天了。 雖然比前一天的6萬略微下降,但是印度總確診病例突破了300萬。 被認為是有可能追過巴西,成為世界第二慘。 那當然,印度的人口比巴西多多了,跟美國比美國多多了。 所以,美國還是現在看起來比率上面的最重的災區。 那我們再看看。 在美洲方面,除了美國的582萬的確診病例數字,全世界無人能集之外。 第二嚴重的巴西,單日增加了47000多個確診病例。 而哥倫比亞、阿根廷、秘魯,都各增加了5000多個新的確診病例。 好,歐洲疫情呢,也是不遑多讓。 來,我們看看歐洲疫情似乎進入了第二波的升溫情況。 西班牙單日新增3500多例的病例。 而烏克蘭也在日前創下了2328單日新增病例的最高數字。 疫情持續延燒,德國方面採取了更嚴格的措施。 規定集會遊行一定要戴口罩。 好,那麼在德國方面呢,其實就沒有像1450說的,什麼取消啦,不做機場入境篩檢。 而是,他們希望做更多的篩檢。 只是呼籲說,是不是應該要讓更多的使用者付費。 不應該做免費的大量的篩檢。 所以1450,搞清楚。 謝大使,presidency,麻煩你一下。 好好的翻譯一下,告訴大家到底怎麼回事。 而在中東的情況,也令人憂心。 伊朗有365,600多個確診的病例。 剛解封不久的土耳其一解封,它的確診病例暴增。 創下6月中旬以來的最高紀錄。 目前超過265,000人感染,有6,000多人死亡。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衛生組織,表示說, 全球2375萬人確診。 815,000人死亡。 到目前看起來,這波疫情, 一點都沒有鬆懈的餘地。 而我比較擔心的是,當我們的政府呢,很驕傲地告訴大家說, 你看,數據顯示,我們就是成功的時候。 我們的新房會鬆懈。 為什麼說我們的新房會鬆懈呢? 我們現在對外國學生,小民,還有外國學生, 特別是高中以上的這些學生,大幅的開放。 而這些的過程當中,都沒有強制篩檢。 在我們的邊境上面,也沒有強制篩檢。 如果你真的怕偽陽性,那麼就應該二篩。 偽陰性,那你們就應該一篩二篩。 但是似乎我們現在比較,政府官員的心態是樂天派,順其自然派。 這是我比較擔心的。 好,那麼,我們講到,剛才講到德國的這個狀況, 就讓我想起了謝大使。 謝大使呢,在半年前,送給我的一個對聯的上聯。 我們就把他拿來對一對。 presidency,來。 他的上聯說,他告訴我說,叫我去柏林的時候,不要搞錯地方,不要跑到都柏林。 那我想說,對齁,謝謝你,謝謝你提醒我。 所以我就說,柏林,都柏林,都有柏林。 狗腿,真狗腿,真是狗腿。 我就給了謝大使這麼兩個對聯。 請他再對一個,到現在半年過去了。 無聲無聲。 所以我說,來,我們就開放,大家來對對聯。 上聯是柏林,都柏林,都有柏林。 下聯是什麼。我們第二屆的真文比賽,公開甄選啦。 來,我們來看看,甄選出來的入圍名單的第二波是什麼。 然後大家打打分數,你覺得好的,看他是第幾號,你就給他第幾號。 那我們會記這個觀眾朋友的同學們的意見, 然後我們再請專家來評審,來公佈第二屆論文。 第二屆真文對聯真文大賽。 好,來,我們來看看,目前入圍的第二波名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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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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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說他弄得現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疲於應付 那這個私下透露的人其實層級也還算蠻高的 其實他們知道這是一個大麻煩的燙手山芋 但是他不肯透露到底這件事情的真相是什麼 他只說很麻煩啦 就這件事情已經到了 Vexatious 到了已經有理講不清的那個階段了 好 那麼接下來 這個英國上議院的議長要邀請蔡同學 我覺得這是好事 我真的樂見其成 第一個 替中華台北向國際打開知名度 第二個 我一定如影隨形 如果蔡同學去的話我一定跟去 我去幹嘛呢 我去Savre Hotel再舉行一場記者會 這樣子美光燈總有吧 對不對 謝大使 你來了就有八個人了嘛 對不對 你不來呢 我們網路上到目前為止看的人快70萬了 你如果來的話 應該會有700萬人看這場記者會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就要再一次的踢爆蔡同學 那個號稱跟你在同一個時間 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教過書的 英國的上議院議長 其實他在騙人 你呢 還沒到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他就已經離開了 他1980年中就離開了 你呢 號稱是1980年的10月才入學嘛 所以他只是一個Lip Service 他只是講一講 哎呀 客套話啦 這個很客套的人 俠信文也踢爆嘛 他也曾經在習近平面前大稱讚習近平 這就政客嘛 政客話聽聽就好 不過我們今天會有一個 來自當時真正是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在那個時候的教授 是一個大教授 叫做馬森教授 他呢 其實早在去年的10月份 就已經踢爆你了 他說 你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那一段傳奇的日子 他在那裡當教授 那裡要怎麼樣能夠拿到學位 讓他來告訴你 反正他的結論就是說 你太離譜了 連這種謊言你都掰得出來 好 待會兒呢 我們要去看看 馬森教授曾經寫過的那一封很清楚的信 除此之外呢 今天我們在我們的論文門當中呢 邀請福爾摩斯來共同 找一個我左思右想都想不出答案的 一個很大的謎 而這個謎呢 就在他的所謂的 This is a book 國圖的那一本黑皮書裡面 所謂的他的論文裡面 有一個非常奇怪的地方 我至今想不通 我知道我們的這個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們 有非常多的才華 我看你們的對聯就知道 所以待會我會把這個題目呢 把這個線索交給大家 讓大家共同來查 查對的人給到答案 而且這個答案非常的make sense 足以接近破案的人 我們也會頒發 有錢買不到用錢買不到的一個禮物 好 我們繼續來看看 今天的這個防疫的事情是這樣 昨天的彰化萬人檢測其實留下了很多的問題 讓我們懷疑說 這個是不是跟以前的民調一樣 這數據有沒有被調過 有沒有做所謂的政治校對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以我們這個政府過去所做的行為 從趙鋒案的數字 對外揭露的選擇性揭露 到蔡同學的論文門 國家檔案查詢網 選擇性的揭露公文 再再都告訴我們政府有這個前科 我們這樣懷疑政府選擇性的揭露檢測數字 我覺得合理 從它過往的行為 我們做這個regression 我們去推測過去的行為 用過去的行為去推測現在跟未來 我覺得合理 好 不過 好 我們先把這個問題擱一邊 我比較關心的不是政客到底撒了多少謊 因為病毒不會轉彎 它不會因為政客有撒謊或沒撒謊 而停止或加速肆虐 我比較擔心的是到底真相是什麼 來 我們腦袋裡面一直有一個很奇怪的問題就是 台灣是個世外桃源 當全球很多國家都陷入Coronavirus的重症感染 甚至死亡病例 甚至一波一波的疫情在起的時候 台灣為什麼是一個世外桃源呢 我至今想不通 但它有個前提是 那為什麼在台灣都驗不出來 而出國卻都被驗出來 也就是說在出國的時候發現他們都有抗體 也就是說他們在台灣的時候被感染過 那為什麼在台灣的時候被感染過驗不出來 答案很簡單 因為台灣沒有驗 沒有驗就驗不出來 可是話講回來 他在台灣沒有驗 並不代表他不會傳染給別人 所以理論上他也傳染給別人 但是為什麼他在台灣的時候沒有症狀 傳染給別人也沒有症狀 好你說可能就是吃藥隨便吃一吃就好了 但我也相信 可是為什麼重症死亡的病例呢 就是沒有 就是從台灣一開始 第七例後來慢慢的就一直都不會進入兩位數字 你說政府隱瞞疫情我不相信 因為台灣有這麼多的基層醫療你隱瞞不了 那你說是不是很多人就把它當成一般重症病發症 反正不管什麼毛病最後都是多重器官衰竭 所以就這樣子看死亡證明結案了 我也不相信 因為這樣事情總會傳出去 所以為什麼病毒到了台灣 就會簽下自殺聲明 然後就自殺了 然後出國以後才被發現說 有屍體的存在 這個問題我搞不懂 但是我搞不懂不重要 畢竟我們是街頭藝人 那麼我們的公共衛生單位 把這個問題搞清楚了沒有 這個問題很重要 如果我們可以知道原因 把這個所謂的Factor X 就是這個X因子找出來 那我們可能可以對抗這一波的Coronavirus之外 我們也可能可以用這個去發展出藥物 或者是疫苗 甚或是對抗下一波可能發生的新的New Virus 這個非常重要 我不知道我們的政府做了沒有 我看我們的政府這麼驕傲 聲音上說驕傲來羞恥也來 我們的政府這麼驕傲 我覺得它恐怕會很鬆懈 不過我希望我們的政府只是交其妻竊 只是在我們的國民面前 有選票的選民面前 1450面前很驕傲 但是我希望你私底下 還是有好好的去嚴肅的面對這個問題 找出真正的因素來 不要真的以為說這個防疫的結果 是因為政府很棒棒 人民很棒棒 我告訴各位 我也告訴我們的政府 告訴時鐘 病毒沒有在管你棒不棒 病毒也沒有在管你台灣人棒不棒 他一點都不care 他哪裡有洞哪裡鑽 那台灣到底為什麼可以躲過 不知道 不過以下有一篇是 台灣在日本的一位宇宙政經學院的 教務長及以上的重量級人士 他本身也是醫生 他傳了一篇日本京都大學 一個非常有名的醫學相關的專家的教授 寫了一篇文章 他的推斷 不過當然了 到目前為止 Coronavirus 人類對他的瞭解極為有限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所有對這些事情的看法 應該都還在於所謂的科學上的hypothesis 就是他只是一個假設 他連一個假設驗證都還沒做到 更不要說他是一個理論 或者是一個學說 或者是一個研究發現 所以我們姑且把這看成是一個 theory 的hypothesis 就是一個hypothesis 就是一個假設 來我們來看看這篇文章 我們先講台灣有個很奇怪的狀況就是 台灣的感染率多少 不知道 因為沒有測 所以不知道感染率 髒話好不容易測了一個 但是那個測法其實不太科學 沒有做一個比較大的 可以推估的 比方說其實真正要科學要做的是 Random Sampling 你才能夠知道 如果你今天只在關係人的身上 就是相關可能感染的周邊的人 接觸到的人去抽樣 那樣本所得出來的 positive 的人一定會遠高於真實 那如果呢 你不用所謂的 Random Selection 不用隨機抽樣的話 你沒有辦法反映出2300萬的母群體 到目前為止不要說是 沒有做 Random Selection 你連入境這個高危險群的篩檢都沒有做 只有彰化做了不到一萬人 然後現在公佈了不到三分之二 所以臺灣的感染率不支 這也是各國對臺灣一直保持著距離跟疑慮的地方 臺灣的感染率不支因為沒有測 但是臺灣的病發率很低啊 發病率非常低這是事實嘛 因為發病率如果很高的話 那診所第一線一定很多通報的案例 看起來發病率也不高 好 而事後我們發現 從這些檢測的結果看起來 很多身上有綜合抗體 很多有抗體的人 他自己也沒有發作過 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發作過 所以看起來發病率很低 還有傳染率呢不支 因為沒有檢測 那發病率很低 所以被傳染的人他可能也沒有發病 所以他也不支 所以我們的傳染率呢也不支 再來重症率呢非常的低 因為我講過 如果重症的話應該在第一線診所 跟在很多胸腔科或者是 耳鼻喉科會被承爆 至少有一部分會被揭露 所以我判斷重症率很低 死亡率呢我相信也很低 好 但是這個地方打一個問號 因為沒有做檢測 沒有比較多的檢測 就不知道到底感染多少 那但是如果就整個結論來講 就是死亡率非常非常的低 如果分母是2300萬人 分子是到目前為止死亡的人數 十位數不到 那真的是全世界最低 低到不行 難道是因為我們防疫做得好嗎 當然不是啊 難道只是因為口罩早點戴嗎 很多國家口罩也早戴起來了 當然也不是啊 你說美國西方國家大辣辣的 沒甩你爸照去 舞照跳馬照跑 對不對 那是他們 但是亞洲很多國家尤其像中國 很多國家一個命令一個動作 那他們也沒有像我們防治的這麼好 死亡的人數這麼低啊 中國是不高啦 因為中國人口太多了 如果你把它除以分母的話 它其實也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就讓大家想說 是不是亞洲人的身體裡面真的有一種什麼特別的東西 可以抵抗Coronavirus 這個也是一個hypothesis 這也是一個假說 沒有得到證實 不知道 沒有關係 在這個時候要做的事情就是越多的hypothesis testing 越多的假設檢定越好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 這一個文章是這樣子 他說我僅提供一些日本學者的看法 他說對於亞太地區Coronavirus Covid-19 的疫情控制得宜 亞太地區確實做得還算不錯 算是全世界最好的 那你說亞太有什麼特別嗎 因為亞太人比較順服嗎 那倒也不然 亞太政府比較集權嗎 也不一定 所以看起來沒有很明顯的原因 他說京都大學特定教授上九寶敬驗 發表了一些看法 京都大學這位教授上九寶敬驗 這個特定教授是非常位高權重的 望重勢林的 也就是中山深迷教授所提出來過的一個Factor X 就是這個神秘的因素 讓亞太地區的重症感染死亡都偏低 那這Factor X 是什麼呢 這個上九寶敬驗教授說 他說這個東西明顯的跟防疫的成績做得好不好 防疫作戰 個人衛生習慣 醫療水準似乎沒有關係 真的沒有關係 因為有的國家好 他也是出問題 有的國家不好也出問題 他說這是一個Mistake of Lucky 他是一個好運的錯誤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誤打誤撞的結果 來我們來看看這位日本京都大學的特定教授上九寶敬驗 京都Kyoto是日本數一數二的頂尖學校 這個李登輝總統就是Kyoto的 京都東京誰也不服誰 都覺得自己最棒 那這個特定教授是大教授上九寶敬驗 來我們來看看他說什麼 他說雖然這只是一個防疫學上的推論 我講的是一個hypothesis 因為hypothesis 你有可能大家都不認同 但最後是事實 就像地球是圓的 一開始誰認同啊 沙頭的沙頭 叫你改口叫你改口 沒有人認同 但最後證明是真的 所以真理的追求跟人多人少沒有關係 今天宇宙真心學員的同學們 你看起來我們是少數 其實我們真的不是少數 我跟各位說過嘛 我大學同學 台大的一些同學都是精英吧 我們台大同學大概 大概有一半在當教授研究員 大概有三分之一有博士學位啦 那我們定期聚 到目前為止 超級英粉 超級台派 包括台大的院長級以上的人 他們都挺蔡同學 都挺民進黨 但是沒有人相信她的論文是真的 沒有人相信她的學位是真的 就是說連鐵粉 英粉都不相信是真的啦 只是有點無奈啦 因為他們投不下韓國瑜 所以沒有辦法 他們也很無奈在找台灣的第三勢力 但看起來呢 左邊是台灣事事查而中心 右邊是1450 再加上社會秩序維護法 再加上117億封你的口 大內宣大外宣 看起來民進黨要萬年執政了 真的這要怪誰呢 怪我們太不長進嘛 所以我說各位同學 你們七點鐘禮拜五的晚上 如果你們不曾到過總統府 凱達葛蘭大道去高喊 賈博士蔡英文下台 那你說我們要怪 為什麼蔡同學不下台 這恐怕也說不過去啦 好 我答應同學們 我不要光叫別人去 我自己一定會去 但是我們必須靈巧相捨 我們去一定會被某種程度的 不知道抹黑栽贓或什麼東西來著 但是我想大家分進何集 一起發出不平之名 不然我們有什麼資格 我們有什麼權利 我們有什麼立場告訴別人說 那為什麼蔡同學不下台 因為很簡單 First they came 我們袖手旁觀嘛 當納粹在抓猶太人 我們不是猶太人 當他抓這個公會成員 我們說我們不是公會成員 抓天主教徒的時候 我們也袖手旁觀 因為我們不是 那最後抓猶太人 我們也說那我不是猶太人 結果這些人被抓了 我們通通袖手旁觀 只會在旁邊好發議論 最後回頭抓我們的時候 沒有人救我們 因為這些人被抓光了 而且沒有人會為你伸張正義了 好我們回到這篇文章 上九寶敬彥他說 他說雖然這個想法 就是hypothesis 還沒有經過檢定 所以也沒有獲得太多的掌聲 不過我們來聽聽看 他說coronavirus有三種型 他有三型 先祖型就是azor 他叫做s型 那麼接下來沒有多久呢 出現了k型 還有最毒的g這個型 就是coronavirus 就是covid-19 我們來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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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investment 杨茜 後來 對後來免於感染沒有幫助 反而會產生了 Antibody Dependent Enhancement 讓你下次再感染其他的類似的變種型的時候 甚至會引發重症 好 他說 1 月份的時候 中國的遊客帶來了 S 型的變種 這種變種叫做 K 型 但是這個 K 型呢 它的症狀也不嚴重 而且它會帶來這個中和抗體 上九寶教授認為說 日本社區呢 得到了 K 型的社區免疫力 這個狀況大概跟台灣很像 它的意思是說 日本到了 2 月份才開始進中國的旅客 它的進的時間跟台灣差不多 也就是說日本跟台灣在一開始的時候都比較輕鬆 比較沒有那麼射邊防射那麼嚴 這個時候已經有很多的日本人有 K Antibody 足以去中和後面的 G 型比較嚴重的 COVID-19 而且有比較嚴重 而且沒有免疫的所謂的 S 的 Antibody 而沒有 K Antibody 的免疫情況之下 感染 COVID-19 的發生時候 Ade 的病症感染重症則難以避免 講的有點抽象 意思就是 Azo 型的這個 S 型呢 一開始 得了那個 S 型呢 反而不好 那麼到了 1 月份的時候 中國遊客呢 趴趴走 那個時候帶來的是 K 型 也就是說如果你太早封關的話 這個 K 型沒有傳進來 那麼像日本是比較晚 它是 2 月多 像台灣也是 所以這個 趴趴趴呢 特別是中國遊客到日本到台灣的特別多 到歐美的比較少 所以帶進來了這種具有中和抗體能力 而且併發不嚴重的 K 型 這個 K 型呢 算是一個 Lucky Virus 因為 K 型的產生 產生了中和抗體 所以到最後第三波比較嚴重的 感染歐美非常嚴重的 所謂的 G 型的抗體 而 G 型的病毒呢 反而不容易進入 已經有了 K 抗體的 台灣人跟日本人的身上 於是 歐美國家呢 就直接跳過了 K 抗體 它直接的感染了第三波 這個 Azo 的孫啊 就是現在 COVID-19 在歐美感染比較嚴重的 這個 型 這個說法聽起來好像 這個 Hypothesis 啦 可以解釋某一種狀況 但是不是真的我們不知道 他說 安倍首相沒有馬上關閉國門 就跟台灣剛剛開始的時候也是比較輕忽 像關島也是一個比較輕忽的地方 一開始也是沒有關閉國門 因為我比較的都是 東南亞或者亞洲亞太平洋地區 跟台灣比較相近的地方 海島啦這些地方 所以他們感染的人數不少 但是輕症多 死亡率低 好 我們再來看看 他說 安倍沒有馬上關閉國門這個錯誤的政策 反而救了日本 就是引進了第二種 症狀不嚴重 但是可以產生抗體的 K 病毒 來 他說歐美呢 他們國家有第一波的 S 型 但是關起國門之後 沒有讓第二波的 K 型病毒進入 後來呢 反而造成了美國缺乏了 K 的 Antibody 沒有辦法阻擋後來變形的 G 的這種病毒 所以簡單的講 就是 S 病毒呢 它是沒有辦法產生抗體的 K 病毒呢 有辦法產生抗體 結果日本跟台灣比較 lucky 我們讓 K 病毒進來 所以它可以產生抗體 可以對抗後面這一波比較嚴重的 G 病毒 這個是尚九寶教授呢 他的理論 這個理論呢 聽起來對台灣 日本的這個現象 好像有一點可以解釋的地方 但是我只看到這個部分 我只能說到目前為止這個看法還是很粗糙 沒有進一步的 你先首先我覺得要做這個東西 要先把 K 病毒跟 S 病毒分離出來 然後想辦法看似做動物實驗或是做什麼 去看看這個 K 病毒是不是真正具備有 對抗 G coronavirus 的這個抗體 而且要去看死亡的人 他們身上呢 是不是正如他所說的 有 S 抗體 但是沒有 K 抗體 這個有點複雜啦 不過這是一個不錯的 hypothesis 值得往下去追 好 現在呢 經過昨天的這個 這個張華萬人的檢測的記者會之後 意外發現台灣有一個漏洞 有一個防疫的漏洞 這個漏洞是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釐清第19例武漢肺炎白牌車司機的感染源 這個白牌車司機過世了 那麼後來呢 他們定調說這個感染源是 1月20號從浙江返台 出現呼吸道多重症狀的台傷 但是台大公衛學院的這個血清檢測發現說 這個案件疑似有其他的可能感染源 也就是說這個白牌司機 可能不一定是從浙江直接傳進來到他的身上 可能是在社區或其他地方感染 感染客醫師認為說這個案例 新發現具有中和抗體的個案的相接觸 相關接觸者 代表呢 確實白牌司機這一案 除了浙江台商之外 也有其他感染源頭的可能性 但相關的時序已經無法釐清 究竟是浙江台商感染了另外的感染源 在感染了這位白牌司機 還是同時感染了那個感染源跟白牌司機 這個已經無可考 所以這裡面留下了一個假設 就是說這個已經重症病亡的白牌司機 基本上他有可能被感染的是來自於台灣社區的感染 就是其他人的感染 而這其他人可能是接觸到 彰化浙江進來的台商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意思呢 好 這個意思是告訴我們說 3298個案例中 找到第三個寫清有抗體的陽性者 這三個陽性者都是2月份 第19例的這個白牌計程車司機群聚事件 確診個案的接觸人 就是說喔 這裡面的三個人都跟這個 已經深顧的白牌司機 有所接觸 所以哪個是上游 哪個是下游 那為什麼 這些coronavirus 在白牌司機身上造成這麼嚴重的後果 在其他三個人身上卻 有的沒有顯現 有的卻可能是輕症 我們的狀況就是說 我們就是no test no case 這是我們最大的問題 所以我要再一次呼籲我們的政府 入境真的要普篩 現在各國幾乎都才入境普篩 有些國家是你要測了才能上飛機 有些國家呢是進來一定要測 有的甚至一篩不夠二篩 所以你說偽陽性 就事實證明偽陽性 偽陰性只有1% 就是說你感染了卻測不出來的1% 對不對 那你兩次就1% 所以我說 政府不要以為全台灣的人 都是沒有邏輯的 都是智商57以下的 還是要講實話 那麼一會兒又說是 這個資源不夠 一會兒說錢不夠 一會兒又說 反正你的理由是前後不一致的 所以這讓我們覺得很難接受 OK 好 那我覺得現在 政府要做的事情是誠實面對大家 這是比較重要的 好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看看論文門 我要提出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讓大家做參考 就是我們在看論文門的時候 我們在看蔡同學的 國圖的這本書 國圖的這本書呢 我今天無意之間喔 因為我在看這個 This is a book 裡面 到底今天教教蔡英文要教什麼字 我就翻著翻著翻著 我發現了 這個國圖的 This is a book 有一個很奇怪的特色 就是 它的這本 This is a book 每一頁的打字 它的左邊跟右邊都明顯不對稱 上面跟下面呢有很多地方不對稱 就是說我們一般打字 一定是左邊的流控跟右邊的流控應該會對稱 對不對 像我說過我在威斯康西攪 paper 的時候 欸那個把關的阿嬤是拿著放大鏡跟尺在量欸 它一頁一頁量欸 它這樣翻一看不對就量 哇那它一量的時候我心都量了 因為萬一沒有對齊的話 萬一兩邊左右留白不對稱 它就跟你說 I'm sorry 所以你就摸摸鼻子帶回家重新弄然後重新排隊 可能又是幾天後 所以沒有一個正式的論文會允許你忽而左忽而右 左邊留白四公分 右邊留白一公分 完全不對稱 而且上面也不對稱 每頁跟每頁之間也不對稱 同一頁左邊右邊也不對稱 但是在不對稱之餘 我卻又發現了一個對稱的地方 就是這種不對稱的習慣卻非常的一致 這讓我沒想通 待會我要把這個問題呢 交給我們聰明的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們 一起來找答案好不好 好 我們進一段廣告之後 我們來提這個問題 到處理院 我們在哪兒 來得到 這個問題 人家 在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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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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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政经关不了 关不了政经 今天总统开了一个记者会 这个记者会是什么大事呢 我以为是总统府要洗门风 出来跟大家道歉 1983年不小心 不好意思 騙了大家 37年 我实在是没有论文 没有博士 当时呢 因为爱玩 常到酒吧喝酒 常常喝醉了 所以那个论文没写 那论文没写呢 所以系主任就把我叫到办公室来说 You bloody hell 你赶快走吧 結果呢 我骗了大家 说这个系主任呢 拍我的肩膀 其实他是打我的头 跟我说You bloody hell you 所以我骗了大家 那不小心呢 又残害忠良 让这个林环强教授 贺德芬老师 这两位望重视灵的学者 还有一位是我的老师 那还有另外 不小心 波及了一位街头艺人 那在此呢 跟全国的 这些政经宇宙学院的同学们 致最大的歉意 另外呢 我要酸一下我旁边那些猪队友 包括了这个施呼隆啊 谢志伟啊 谢大使啊 王定宇啊李中志啊 就是因为你们搅局 所以呢让我呢 这个骗局的破绽是越来越多 所以没有办法 今天 唉真倒霉 南昆生的签示早就告诉我啦 说我呢 这个用尽心机总未安 问神做福问神难得过 恰似行中上高摊 我偏不听 路加福音八章十七节 隐藏的是没有显露出来的 我也不听 所以落得这般下场 在此喜门风 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所有的选民们 深深一跪 表达我的歉意 然后呢 我将辞去总统的职务 现在要换上这个蓝条的格子 去 条纹衣服去服刑 我原本以为今天要开这样的记者会 哦没有 今天的事情是什么 今天是政府要开放 还有这个莱克多巴胺的美猪进口 什么是莱克多巴胺 不要讲错 讲的是赛德克巴萊 莱克多巴胺 是什么 反正就是一种添加物啦 就是欧楼笔这类的东西啦 让猪可以好壮壮 然后没破碑 然后这个 每个都长得像猪啦 结果呢 这个记者会 显然养猪团体当然不领情了 当然 他说事先没有沟通 所以养猪团体坚决反对 这个问题值得讨论 这件事情一定是美国施强大的压力了 四年前哦 不止哦 十年前 八年前十年前 反正这个事情是持续在进行 在马政府时代 就曾经有这个议题 美国不断的施压台湾进口美猪 其实这个问题是农业问题 是卫生问题 也是政治问题 我个人没有太大的意见 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本来就是交换 那么只要清楚标示 就跟当时的美牛 到现在你去吃美牛 你有担心狂牛吗 有些问题真的会被炒作到 后来变政治议题 我一直认为清楚标示 也许可以解决问题 所以我对进不进口这件事情 我持比较中立的态度 但是我要讲的是 马政府执政的时候 你们民进党 跟你们民进党的委员 是怎么批评这个议题的 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呢 是绿色的几个立委 还有地方的县市议员 排排站 大家比较熟悉的有看到的是李靖勇 现在就是这个中央学委会李靖勇 对不对 很多人说他是这个817万票的始作俑者 另外一个呢是刘建国 他们都是农业县的立委 他们拿了什么牌子 各位仔细看 牌子上写 拒绝美猪 确保吃的安全 美猪进口 总统下台 有看到吗 那个总统是马英九 所以喊的震天驾响 现在是蔡同学啦 请问你这牌子要不要再拿出来 牌子不够 看后面的横布条上面写什么 美猪强扣官 台湾要挺住 美猪强进口 总统要下台 那这要怎么解释一下勒 事隔不到十年 同样的东西叫做萊克多巴胺版的美猪进口啦 那总统要不要下台呀 我有时候觉得 让我想起了Presidency的 Presidency的这个谢大使 你们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我不好说你冲然无廉耻之心啦 我觉得这样讲得很重啦 但是你们真的能这样说吗 我这样说我们也是常常会讲错 那事实证明可能我们讲的东西不尽精准 也常常不小心伤害了一些无辜的人 但是我们做到一件事 只要我们知道我们错了 我们一定更正一定道歉 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如此 没有一次例外 而且我记得我从五年前主持节目 我每年的12月31号 都会跟我们在这一年当中 曾经误判过的一些新闻做一些澄清 跟当事人做一个道歉 我也接受很多读者 或者是写信给我 或者政治人物 我没有大小眼 我只管我有沒有讲错 我这么做 有没有不合理 他这么沉情 或者是他这么要求我更正 有没有道理 只要有道理 不管他是谁 蔡同学也好 我们会道歉 我们会更正 但是我就看不出来这些政治人物跟立委 他们有过反省吗 当年说美珠进口总统下台的人 今天从蔡同学的嘴巴里面 听到美珠要进口 怎么没听说你们要总统下台呢 这一来一回我真的觉得 不知今夕是何夕 好今天呢我们还要进入论文门 一天不讲 没讲睡不着 没讲睡不着 来论文门 我在看论文门的过程当中呢 我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 因为我本今天要谈的是另外一个事情 但我们就延续 其实啊 蔡同学在去年的十月份 有一位曾经跟蔡同学在同一个时间 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这一位 这位不是普通人 这位不是去护航他的什么同学啊之类 这位是在1980年代 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教书的正教授 这一个人呢 出面打脸了蔡同学 她说不可能 她说你不可能 这学生记录表讲白了 就是你的一年就是Master Philosophy and Feel And Feel 你不可能上面自己图改 用铅笔改 不可能 她也斩钉截铁地说 蔡同学编的故事是太荒唐太离谱 而且她用了一个词 她说那也太大胆了 她说因为那个时候 她就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教书 所以她对学校的相关规定 她是了解的 但是似乎这样也没有唤醒那些1450们出来洗门风 好 不过没有关系 细节我们还会再重返现场跟大家说明 这位大教授她所提出来的种种证据 不过今天呢是因为我在做这个 This is a book 里面的舅舅蔡英文的时候 我左看看右看看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这个现象呢要聪明的宇宙政经学院的同学们一起来解谜 今天我们的舅舅蔡英文是要讲到第90页 可是我一看第90页 我就觉得这页长得太奇怪了 这个90页呢 左右打字的内容显然不对称 而且不对称到了一个离谱的地步 就是国图版本的90页 各位去看看她的左边我还拿齿梁 她的左边就是她这一页是叫做Foodnote 就是你打字的时候不是左边留白跟右边留白要对称 对不对 你说差一点点就算了啦 可是我说过我的母校一点点都不允许 一公厘都不允许 就是十分之一公分她都不允许 她会叫你重义 好 蔡同学有多离谱你知道吗 我看这个This is a book 的第90页 蔡同学左边留白4.3公分 我用齿梁喔 右边留白你知道多少吗 1.2公分 就是这一页左边控4.3公分 右边控1.2公分 那我就在想说 会不会是不小心这一页 特别不小心打字机歪掉了 结果后来我发现没有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模式 它永远是左边留白4公分 右边留白1公分 而且这个pattern不管你是向左对齐或者向右对齐 或者是左边对齐或者是没有对齐 它always 是左边控4公分 有的三点多 但是右边呢 就一定只控1公分左右 明显的不对称 那你说这个不对称是因为影印的关系吗 没有 因为它这个不对称 你从它右上角的页码 页次就可以看出来 它不是影印的关系 再者 它这个不对称 却又系统性的不对称 这个我就看傻眼了 你看喔 我现在手上拿着这一本 90页跟91页 好 你说因为印嘛 因为蔡同学的床头有一本黑皮书 她拿这本黑皮书压在影印机上印 所以压着的地方就是书的中间接缝的地方总是会留得比较少 两边靠边缘的地方会留得比较多 这样讲有点道理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是拿书去把它摊开来压着印的话 那就是书的中间这个胶装的部分 它会比较窄 那两边的部分会比较宽 这个讲起来是有道理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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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同学的不是这样 蔡同学的每一页都是左边留白很多 右边留白一点点 这个就没有道理啦 你说你把这本书压着印的话 你的左边这一页的右边留白一点点 那你右边这一页的左边也应该会留白一点点 因为他们是胶装的这个中间中央线的左右边 可是刚好相反 蔡同学的每一页 不管这一页在左边还是右边 不管这一页呢 它是靠胶装还是靠书的边缘 它都是左边留白将近四公分 右边留白只有一公分 真的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微证据 那不信你们去看一看 这非常奇怪 而且它这样的 pattern 一直持续 到了后面有一点小小的改变 就是它有的地方右边留的多一点 但是 always 永远都是左边留白特别的大 而且不成比例的大 这我就不太懂了 然后呢 有几个特色 它有的地方左右没有对齐 右边的字一直打 打到边缘 都快打出去 都快掉到书外面去了 那这个部分我们是判断说 因为它有一个帮它做编辑的编转的人 而我们在宇宙基金学院的 网路上的一些教务长等级以上 非常聪明的一些高手 曾经说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是它的草稿 它的草稿到了必须见公婆的时候 或者到回到台湾的时候 曾经找过英文不错的人帮它做修订 帮它做一些连接词把它串在一起 重新改 让前言不对后语能够兜起来 这是事实 因为我曾经在节目当中 每一个细节我都讲过 如果是我们宇宙基金学院的老同学 我比对过 我一个字一个字比对过 而且我还说 这一段它的上面特别的增加了两行 或者这一页的下头特别增加了两行 因为它的左边跟右边这一页的主题有点不一样 所以它要用的一些转接词或者转接句 把这两页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内容把它兜在一起 我在节目中都很详细的讲过 我今天不赘述 改天呢 我们有机会再重返现场去看微证物 但是我今天讲一个比较明显的东西就是 蔡同学的每一页 不管这一页是在书的左边还是书的右边 都是左半边留白特别的大 从三点多公分到四点三公分不等 右半边留白的非常的少 有的少到一公分 有的是两公分多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内文左右不对称 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地步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 希望宇宙政经学院的福尔摩斯 一起来想一想 它是怎么样会让每一页的左边都留白非常的多 右边都留白非常的少 是床头那一本神秘的笔记去印的关系吗 如果是这样子我也说不通 因为那样子交装的中间 应该都会留的比较少 也就是说左边这一页的右半 右边的留白跟右边这一页的左边的留白会比较少 结果不是 它是每一页都是左边留白非常多 右边留白非常少 而且这跟它有没有左右对齐又有一点关系 而且这样子的状况是 从第一页到第四百页都是这样子 这个我就不太懂了 在这里征求宇宙政经学院的各位大大各位教授们 荣誉教授们一起办柯南 如果你的答案让我拍案叫绝 觉得Bingo 破案了 我也送你一个 五级买买得 用钱买不到的东西 好我们今天呢 来看看 This is a book 要教教蔡英文 90 页 24 行 左边第一个字 好这一页有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这一页一开始是 Part 2 的分 note 结果很有趣这里的chapter 后面那个chapter 1 的1 是用手写的 这个就让我觉得很奇怪咯 这个有什么可能性 大家也来想一想 我初步的判断啦 可能是原本在它的 This is a 原本它的笔记里面 它是从某一个地方抽出来的 它原本的编排这个地方不是chapter 1 可是因为它后来把它用几个来源 都在一起成为一本 This is a book 的时候 这一页它必须是chapter 1 所以它就把它呢 用立可白涂掉 但是涂掉之后呢 它又没闲工夫打字 因为这一页是左右对齐的 所以它不是打字机打的 它可能很难去找到一个打字机 去把它对回来 跟这个电脑排版的字型 所以它所性 或者它个性就是潦草 它所性用铅笔写了一个1 所以你有见过一本论文上面的chapter 是有手写的吗 你也笑死人 所以我说我不管你是英国首相 还是英国女王造你啦 我们 你真的要把我们逼上梁山 我们就把你的论文最荒唐的几页 拼成一个版 在泰晤士报 在Guardians上面 给你买一页的广告 把你登出来 好不好 我知道买一页广告很贵啦 不过我相信 你们蔡同学 你真的要逼得我们宇宙政经学院的同学们 做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就请海外的宇宙政经学院的同学们 跳出来公开募款 向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来募款 把你蔡同学的论文 荒唐的地方 就在英国的卫报跟泰晤士报 买它一版广告登出来 蔡同学 你真的要这样子叫书拨拨吗 你真的不赶快洗门风吗 你真的要把台湾的脸这样丢到全世界吗 好 来 各位同学 真的如果蔡同学 执意还要凹下去的话 大家知不支持我们到卫报 或者是泰晤士报上面 Times 我们去买一页的 或者半页的广告 把蔡同学论文上面的所有的荒唐的 特别荒唐的地方 比方说指导教授的名字 拼错 比方说题目拼错 比方说这个大小不对称到了极点 比方说叶马的chapter 几 是用手写的 通通拼贴在报纸的版面上 赞成的支持的请加一 好 收集满200个 我们就来考虑做这件事情 请大家踊跃的加一 好 舅舅蔡英文 9124行左边第一个字 叫做re-alignment re-alignment 不好意思 没有英文这个字 英文猜不 原来你是re-alignment 你活生生的把一个字给拼错了 就是g-n-m-e-n-t 你硬是把它打成a 为什么 因为手写的潦草 有一个不是字的人帮你打字 这个错 从头到尾都错 错一大堆 好 re-alignment re 这个字就重新的意思 alignment 是对齐调整的意思 alignment 是a-l-i-g-n-m-e-n-t 所以re-alignment 是r-e-a-l-i-g-n-m-e-n-t 每日一词 re-alignment 是重新调整对齐的意思 或者是alignment 有时候当结盟的意思 我们来看看造句 首先我们来看看他的解释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your ideas or policies so that they are the same as those of another people or person or group the result of this process 好 他的造句是 this war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a realignment of European politics 这个场战争不可避免的 会对欧洲的整个国家之间的重新结盟 产生影响 好 又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刻 我们从创世纪开始跟大家分享 今天走到了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六到第八节 好 上帝创造世界第一天是光 说要有光就有光 所以这个世界有了光 光明跟黑暗分开 第二天上帝做了什么呢 圣经的创世纪一开始是这么解释的 他说神说 诸水之间要有空气 将水分为上下 神就造出了空气 将空气以上的水 空气以下的水分开 是就这样成了 神称空气为天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所以第一天有光 第二天有空气 这个是创世纪 圣经告诉我们 神 起初神创造世界 是怎么创造的 跟大家分享圣经的经节 是我很快乐的一个时光 祝大家平安喜乐 明天见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